来不及篮下枪手前逃出境 但帮忙逃逸的人可跑不掉 专案小组从船上带下一名全系男子 他就是负责联系船只的主要是案人 这个本人没错 我们这个属于地减的股票 这样删你到我们来 确认身份之后直接把人从澎湖带走 而另外一头警方也大动作搜索 来到新北市一间车行 抓帮助枪手藏匿的多名嫌犯 一看到警察店内好多名男子都愣住 企图装傻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就到被问到关键证据才坦诚是案 台北市内湖10日发生重大枪击案 枪手朝一名王姓制作人连续开了15枪 导致对方腿部重弹松衣 18后18天警方调月上百只监续器 逐一离清 发现之火人计划相当缜密 分工很细 枪手在办案前不止更换藏匿处所 还有人帮忙接送提供饮食 就连机车也是别人找来的 开枪之后迅速游人接引到澎湖 再由中间人协助潜逃出境 目前锁定人逃往东南亚 我们初步看起来这个枪手是没有黑帮的一个背景身份 那不排除我们会再深入去了解背后的是不是有这些黑帮在做操纵 那目前我们了解这个枪手应该是会 研判会逃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枪手设下多个断点 警方一连逮了11人 交叉比对证词 但涉案人多有隐瞒 仅由全新男子负责联系潜逃的部分 疑似多次涉案 遭到生压 另外10人全部交报 至新北市才发生帮派连开了67枪 台北市警察局则强调 这起目前没有黑帮介入 但如此多名涉案人 恐怕没这么单纯 TVBS新闻中加南交汉文夜军SNG小组 台湾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